七国集团外长会无视中方严正立场和客观事实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恶意污蔑抹黑中国 有关声明自立行间充斥着傲慢 偏见和反华恶华的险恶用心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并已向会议主办国日本方面提出严正交涉 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个中国原则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 要真正维护台海和平 就必须明确反对和制止任何台独行径 香港 新疆 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绝不容任何外部势力以任何名目 任何方式干涉 当前东海 南海局势总体保持稳定 相关国家应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 停止挑拨地区国家关系 制造阵营对抗 作为全球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市场之一 中国始终致力于为外国投资者营造稳定 公平 透明 可预期的投资营偿环境 七国集团一些成员无视市场经济和共平竞争原则 泛化滥用国家安全概念 极尽无理打压别国企业之能事 没有任何资格对中国说三道四 中国作为负责人大国 坚定践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准则 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再次敦促七国集团反攻自省自家的问题 并且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不要昧于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 不要再居高凌驾对他国指手画脚 停止粗暴干涉别国内政 停止人为制造国际社会的对立和分裂